為了提供青年的藝術創作 台南昇華美學館今年危機三遍的展覽 跟一般自衛跟雕塑的創作不一樣 第二檔展覽特別透過日本土議員 說話為主題 希望透過藝術創作 帶青年朋友來找找自我的林董 藝術創作為藝術創作 開幕藝術當中 觀眾請主出席 彭博感謝 藝術民眾來欣賞這句藝術創作用心 這個空間的轉型 我覺得提供給年輕的藝術家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想法 那也支持我們年輕的藝術家 可以跟資深的藝術家一起學習 然後在當代藝術的策展上 如何佈置自己的作品 把自己的想法來跟民眾溝通 我們正用氣泡布跟年博創作 會有人感到是一堆火器物 其實創作真就是用包裝 來解放他內心的元氣 開幕藝術家中 若給我們很多民眾來參觀 了解說好像事情有很多不一樣的面向 或者是說有時候你會發現說 其實某些東西我自己也很喜歡 可以藉此找到自己的興趣 對 然後或者是說它就是一個休閒的活動 因為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跟你平常生活中不一樣的氛圍 這展覽是想介紹的 就是除了我們傳統上 我們對藝術的經驗 比較多是繪畫跟雕塑 那特別是在台南 我們對繪畫雕塑以外的藝術形式 就不熟悉 那我們在這個系列裡面就是試著 介紹更多就是不同型態的藝術 這個展覽中一直時宵到九月齊衫 來請民眾來台南 生活美學館欣賞 今年這群 藝術家的內心世界 記者綜合中世苦彩方寶島 ここ一公尷 兩公尷 走 二公尷 瓣 谢谢大家